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,记者王卓伦,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20日,在人民大会堂,会见了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。 栗战书表示,中马两国是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,和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,中方高度赞赏总理先生支持一带一路倡议,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,中国愿同周边国家分享发展机遇,实现共同繁荣,中国将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和自由贸易体制,坚定推动构建创新、开放、联动、包容的世界经济。 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理先生共同引领下,两国关系将达到新的更高水平,中国全国人打愿同马来西亚国会加强交往合作,为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和深化各领域,合作提供法律上的保障。 马哈比尔表示,马新政府将继续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,深化两国合作,同中方一道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,陈竹参加会见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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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